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实录,行录,带录 我刚刚从一个小小的旅行回来 因为我的儿子四天 他在夏天有一点时间 就是也不算他的假期 在各地去找访一些支持他的 这些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正好我们也跟他一起 就有这样一种的家庭的时间休息 这个周末的话 上个星期的话 也有很多的思考、祷告 当然这个是我现在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 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 比较重要的一个在神面积里学习 就是我发现 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几十年四十年的里面 神让我来寻求经验 见证一条路 这个是有的时候是不一定能够讲得清楚的 但是现在慢慢的应该能够讲得清楚 也借着不同的属灵的传统 不同的这种的教导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弟兄姊妹的参与 开始慢慢可以来讲懂讲清楚了 其实的确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觉得 这条路事成相识 事成又在中间有经历 但是好像又是很陌生 没有真正的能够掌握 也没有真正能够有意识的 信心百倍的 这个视如破竹的 就这样大踏步的在上面走 不是的 所以在历史上面有人把它称为 奥秘的路可能是有原因的 它就是跟我们人的常人的理性 常识经验 的确是有某种的不同 所以的话我在过去 很多年的时候 在这个40年当中 最开始主要是自己去经历经验 是不是这么回事 到底有没有这个话 这个讲的话可不可信 怎么理解 到底怎么去经验 遇到的问题到底怎么办 圣经上的话怎么管用 前辈的话怎么帮助我 属灵书记上的话怎么帮助我 不知道 至少十年吧 我可以说至少十年 这是一种归纳的一种的看法 事实上 40年都在摸这条路 不过在以前就是一头扎进去 后来就有很多的见证出来 自己的见证 辅导别人的见证 而且非常是惊人的 非常惊人的 所以我在很多的时候分享的时候 做法上就是讲一个道理 然后就讲几个见证 基本上中间不太多的解释 为什么呢 不容易解释 这里面什么规律 按照理性的说法 这里面怎么样的去定位 怎么样的去观察 不知道 但是这是事实 是根据某种的圣经的真理 明白了 相信了 启示了 抓住了 就去把生命摆进去实践 他就走出来了 就一个个的见证 所以的话 这样的见证也鼓励了很多的人 但是我知道 我以前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 我以前就是说 我是根据圣经的经文 操练的 信使所望之士的实底 未见之士的确据 你们祷告无论祈求什么 只要信使得着的就必得着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凡被神的令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女 以这样的经文的吃透把握 拿捏、启示、默想 相信、吞下去、吃下去 然后就去把生命摆进去 操练 打工 能不能够打工 不能打工怎么办 工作从哪来 要不要按照法律规定 交保险 交到保险 可不可以退保险 别人不知道 没有保险 我怎么办呢 我这个保险交过去 不是浪费了吗 没有奖学金怎么办呢 得到了奖学金 四分之一奖学金 要不要感谢神呢 那另外一个人就找我 我问你 这个四分之一的奖学金怎么来呢 我要不要告诉他呢 神够不够大呢 我告诉了他 他不会跟我竞争吗 我告诉了他 这个学生就得了全个奖学金 我还是四分之一的奖学金 每天都经历这种的苦恼 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 圣经上的话 安定在天 我知道他是安定在天 安定在永远 在我身上行不行得通 我如果走不通 别人怎么可能走通呢 那我就仔细一些看人 我们都会说 我们好像都有这个把握 都愿意相信 我们都愿意接受 但是事实上离 碰到那件事情发现了 不是那样 我们说人的软弱也好 我们说人有困境也好 我们就不管 我们也不去评论人 事到临头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回事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的 后来 后来 当然就发现 这是一条不得了的一条路 是一条非常神圣荣 奥秘 又是神恩典的路 其实很多人都在这个上面走 就是大家不知道 或者只知道部分的 或者只是在某一个层面知道 或是全部的知道 现在 我发现神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步 就开始 来 抽拨 提炼 概括 他中间的 属灵的原理 真理的原理 我发现我就 现在是这样 一段时间疫情的时候 就突然 也 走不到哪里去了 也不能旅行了 就在做优管 那就把里面的东西把它 上传上去就可以了 讲不讲得清楚 无所谓了 人只有这个能力 人只有这个水平 人只有这个 就是这个极限 局限 现在发现 神开始让我 进入一种深层的 更 更能够 有一种 洞察力的眼光 透视的眼光 看清楚其中的奥秘 恩典 福气 那我就来试图讲 那我就来试图讲 今天这个就是 这个试图来讲 讲不讲得清楚 不知道 我要来做一个比较工整的演讲 讲道 讲道 presentation 这对我不难 我本身就是学这个的 对不对 这里面有很多的规则 听众为导向 先破冰 然后讲一段经历 拉近跟读者的距离 听众的距离 讲一个原理 进行解释 123 不要太多 然后讲一两句笑话 是吧 然后做一个总结 开始的时候告诉别人 你要讲什么 中间也告诉别人 你现在正在讲什么 结束的时候告诉别人 我已经讲了什么 然后怎么应用 这些东西是我的专业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 可能成了障眼法 可能我表达的很 也可能表达的按照规矩 可能是很清晰 可能是很流畅 可能很准确 但是事实上 里面经历神的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讲出来的 不是你要琢磨老半天 那些词再出来 还要准确 所以我就放弃了 我说我就放弃了一个 专业的 这种时髦时代的 放弃了那个 讲多少算多少 这个也跟大家弟兄姊妹 有这个交代 不但是我们这个教会 很多弟兄姊妹 交代 让大家都知道 我的局限 我的苦恼 我的用意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讲的这个就是这一条路 这一条路到底是什么一条路 要认识 要行走 还要帮助别人 还要带路 是吧 我们是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诗篇25篇12节说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应选择的道路 哇 这个经文是太 给人带来希望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应选择的道路 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 他会指示 主耶稣也会指示 圣灵也会指示 我们就是三一神的指示 这个地方的条件就是敬畏 什么叫敬畏 什么样的活动表现敬畏 什么样的投入 什么样的祷告 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作为 是叫做敬畏 自己觉得敬畏 别人也说你敬畏 他是不是一定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 这个就太大的一个挑战了 为什么 我说过我跋涉过千山万岁 我什么都试过了 我每天祷告四个小时 我每天拨饼 圣餐 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中间有个巨大的断层 没有走过 这个怎么接上去的 如果说按照灵道亮牧师所说的 任何神的应许都要有条件 你不满足条件 它是不成的 那就是敬畏 那怎么叫做敬畏呢 对付自己 敬食敬碎 对不对 奉献十一奉献二十分之二 二十奉献三十分 五十奉献全然奉献 对不对 不聊后路 做什么事情都是要问一句话 是不是为了神 是不是出于神 是不是依靠神 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用俗话说 不好听的俗话说 明堂搞尽 只要我能够想到的敬畏 只要我能够查到的敬畏 我都全部做 但是它是不是一定会指示 我应选择的道路 这是有很大的风险 那我现在讲呢 它一定 当然一定 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中间那个矿野 那一个破口 那一个断层 那一个 那一个不知道的 那段路怎么走过去 问题在这 好 好 这里有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邮件 他给我写了几封邮件 这是其中 选的一个 这位弟兄 他就是去一次签证 他家里鼓励 他又出来读神学 这应该是很近钱吧 他读了神学 结果去签证 签证官可能三分钟五分钟都没有看 当场拒签 哎 他觉得太奇怪了 他就问我 他怎么会怎么会 这样都不看我的资料去拒签呢 那当然因为他不知道嘛 签证官不看拒签 不看你的财代拒签是太多了 他一定签证官他有一个标准的 他一定有打勾的 他心里会打勾的 是吧 那我就问他 我就跟他有点交通 就是邮件上 我说 你是不是这样 你是不是那样 根据我的判断 他一定会拒签的 好 这里他就来了一封邮件 说他再想去面签 过通过的几率大吗 因为我的家人多次鼓励 我再去签证一次 我在想 这是否是神对我的信心的考验呢 但是想牢教一下 祝牧师给我一些指点 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祝牧师你觉得我应该拒签吗 你觉得我拒签能够得到吗 你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那条路 敬畏耶和华的 耶和华必只是他阴险的道路 他敬不敬畏耶和华 我认为在他的时间 空间 他的经验 他的心态 我认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 耶和华会不会指引他的路呢 这就是一个挑战 他肯定不知道 他不知道才来问我 那我知不知道呢 这就是我跟他的回信 我知道你的心情 但这种做法是一种信心的冒险 你需要首先在神面前安静 从心里得到力量 得到胜利的指降 这是关键的关键 在这个前提下 我可以给你一些指导 这几句话写的 这几句话写得非常 非常的稳 非常的深 几乎万无一失 我写的这段话 第一 他这封信来的 是一个冒险 非常危险的 他的信心受打击 但是 多少人在签证的事实上 信心受打击呢 那就对神的话的怀疑 对自己判断的怀疑 对辅导的人的怀疑 他不一定是怀疑 但是他一定会有问题 看见没有 对家人的怀疑 对自己的怀疑 他是要侍奉神 他是去读神学 他自己还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小小的 经济上的业务 他都放掉 但是这是信心的冒险 他必须首先在神面前安静 不要浮躁 不要盲动 不要盲从 不要蠢蠢易动 要得到心理的力量 那 他如果是敬畏耶华的 圣灵会指教他吗 百分之百会指教 他知不知道 他不一定知道 老不老令 不一定老令 看不看得出来 不一定看得出来 但是这个是关键 如果他得到了圣灵的指教 他显明了圣灵在指教他 他看不见 我可以给他帮助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认识这条路 走这条路 带别人这条路 另外有一位 开工厂的一个同工 他写了一个邮线来 昨天心情还是很糟糕 回去以后也是 也是 还好后来慢慢调整好一点 但总体还是有沮丧 我不知道所谓旷野的路要走多久 很多事情其实没有心情做 因为工厂没有起色的话 生产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在状况下 在状况下 其他都是 其他其实都是奢堂 高潭过路 我们在教会里面 可能彼此按摩 给我们带来的 是很有限的 因为他没有走过这条路 他没有走过去 走过去就不一样了 一定要走过去 这样的人 不知道多少 我认为90%的人 90%的基督徒 都有这个经历 就是事到临头 你这样没有事 你的工作很顺利 你还年轻健康 家人都快平顺 每年加工资 事业有成就 达到人生的美国的梦想 人生的梦想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对你就没有意义了 有一位同工就讲了 想想 碰这样的事 就是走这条路 带这样的人 帮助这样的人去辅导 自己来走 好麻烦 心里面觉得好事 这个想想是 不碰还好 但是 你是没有到那个时候 我们也不能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时候 但是大多数人都会有 今天日子平顺 各样事情都如意 有一位弟兄讲 生活这么好 天堂不过如此 你想想天堂不会比这个好到哪去 宝石终日 无所用心 这个 你就 不可能知道这条路 不可能走这条路 不可能带别人走这条路 不过是一个教会 不过是一个宗教活动 当然这个活动 也有它的用处 我们就不评论了 但是 绝大多数人 都会在某一个时候 某一个地点 某一件事上 一定会经历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到那个时候就麻烦了 就晚了 到那个时候就有点措手不及了 到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预备了 到那个时候就是慌不择路了 见得太多了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应该学习 应该观察 应该有所体会 所以 耶稣是怎么样的认识这条路 祂是怎么样走这条路 祂是怎么带这条路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 其实十四章整个一章 都是讲这件事情 祂说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哪条路 你们也知道 你看 他有一条路 那他讲的是哪条路呢 不大尼 不大尼 加利利 耶路撒冷 他讲的是哪条路 到底是哪条路呢 他到底指的是哪条路呢 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 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 十四章 十四章里面 第四节他说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哪条路你们也知道 第五节 多玛对他说 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哪条路呢 我们都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哪条路呢 是加利利 是耶路撒冷 是伯大尼 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你到底在走哪条路 不知道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教会活动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信息分享 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野营 我们的钓鱼 我们的传福音 我们的等等等等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走哪条路啊 我们往哪里去啊 你借着这些人的 人气 借着这些人的活动 借着这些人的 人行首相 你就知道是哪条路 你就知道往哪里去 很明显不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之前 耶稣做了很多的事 行了很多的事 他的为人 大家都看见了 他的行事 大家都看见了 他的见证 大家都看见了 他的教导 大家都看见了 无数 人心才所向 才吸引 才跪拜 才向他祷告 才向他呼喊 在这个之前 都看到了 但是大家知道 他要往哪里去吗 大家知道 他在走什么路吗 大家知道 这是什么样一条路吗 大家知道 这门徒知道 他要带他们走一条什么路吗 不知道 听不懂 耶稣讲的要讲 讲的要听不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你们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后面也讲到另外了 在这个路上的人 前面是讲路 是吧 他讲路 他们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 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一条路 他们跟着他走 他都不知道这条路是什么路 听他见证 听他教导 看了无数的 这些人 不知道 不是非常的清楚 很模糊 这个跟我们一样 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向主祷告吗 我们不是敬拜 向主敬拜吗 我们不是彼此交接接纳 彼此团契 彼此相爱 是因为主吗 主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我们传福音 不是因为主的大使命吗 是他拆派我们吗 那我们到底在走什么路呢 我们到底 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呢 我们要带别人 要带到哪里去呢 在这个之前 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关心疾苦 他是个好牧人 好牧人跟着他羊群 你叫净出入得草吃 那是一条什么路呢 他这里也讲了 他也讲了很多 他就是路 你跟着他 就有路 你就不要问 你跟着他就有吃 你跟着他就能到父那里去 你跟着他就能够得救 你跟着他就能够得永生 但是这条路 到底是什么路 此时的认识 这个时候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讲的是哪条路 你们 你们若认识我 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菲利对他说 我们又搞糊涂了 求你将父闲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对他说 菲利 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怎么说将父闲给我看呢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们不信吗 你看见没有 不容易啊 我们是属土的人了 我们是属地的人了 的确是不容易的 耶稣不但是讲这条路 而且他自己在行路 他还告诉行路上的人 谁走在这个路上 我走在这个路上 我走在这个路上 是天父与我 同行在这个路上 你看见了我在这路上 你就看见了父 看见了天父 菲利就看不懂了 你在这条路上走 我们或许能看得见 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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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正在走路 我们知道看得见 但是怎么是天父跟你一起走路呢 我们没有看见 所以耶稣不但认识这条路 还把走这条路的人 告诉他们 谁在走这条路 不但他自己在走这条路 是天父在走这条路 那我们不是在走路吗 我们敬拜 我们祷告 我们聚会 对不对 我们传福音 对不对 我们去做见证 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上 在我们的家庭上 我们活出那样的原则 那样的见证 我们不是在走路吗 但是我们向耶稣会讲什么话呢 你们如果看见了我就应该看见主耶稣 你看见了我就应该看见主耶稣 就应该看见圣灵 可能我们当时就有人讲 祝福师你怎么这样讲呢 你能够把圣灵写给我看就满足了 我说我跟你们在这么长时间 二十年了你还不知道 你看见没有 这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今天都在效法耶稣 我们效法基督 我们才叫基督徒 他关心旗鼓 我们也关心旗鼓 他教导我们也教导 他见证我们也见证 他传福音我们也传福音 他敬拜神我们也敬拜神 那耶稣说 你们看见了我就应该看见了父 是他叫我这样做的 是他驱使这样我做的 是他偷父我这样做的 你看见了我就应该看见父 那我们也一样 我们彼此看见你在走这条路 就应该看见天父 看见主耶稣在他的身上 那我们有没有看见呢 我们没有看见 很多时候我们是搞糊涂的 我们很希望 有一个特别操然的事情发生 好像我们就看见了 所以耶稣说你不信吗 我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 但是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事 不但是为人 不但是走路还有做事 那你人认不出来 你应该从事情上认得出来 像尼格迪姆一样 尼格迪姆说 你如果不是从天父来的 不可能做这些事 是吧 所以耶稣说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便不信 即便不信我 即便不信我的天父 也当信我做的事 你看见没有 也就是说要认识这条路 要认识走在这个路上的人 要认识走在这个路上的人做的事 我们是属土的 我们是属地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没有那种属灵的 超越启示 剥离 所以这条路 是不容易的 的确是不容易的 所以 你们即便不信 也当因我做的事 信我 并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无论往哪里去 因为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这个秘诀就出来了 这个秘诀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秘诀最难的就出来了 无论你祷告什么 他都必成立成就 真的吗 这是很多人的苦恼 真的吗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这里有个秘诀 就是奉主的名祷告 走这条路 在这个路上的人为人的见证信心 跟神的关系 行事 就是事情 就是心想事成 讲白了 就是心想事成 因为你想的就是神想的 就有见证 有的见证才会教导 又他成就了 没有见证怎么教导呢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签证的弟兄 你如果没有见证怎么教导呢 就讲不出来了 我讲了这么多的道 我讲了这么多见证 如果有一个人问我 以前就有人问我 祝牧师 你讲的都是成就的案例 你有没有成就的吗 当然有 但是它是有条件的 在三种情况下 它是不成就的 所以 这个是 讲到这一条跟随主的路 讲到这一条信心的路 讲到这一条属灵的路 讲到这一条天路 它是一个了不得的 一个人生的经历 就是了不得的人生最大的经历 所以它这里面是讲到 认识这条路 认识神同在 认识自己也在 神也在 人 认识 因着这个人 做一些 从神来的 从神来的事 不是自己的事 自己的事当然也要做 是吧 也要成就 也要见证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做神的事 神的事你做不做得成 耶稣说离了我 你们就做不了什么 这个事情绝对成立的 是吧 然后就有信心 然后就有教导 然后就有荣耀 五件事情 这就是这条路 这条路的每一个基督徒 就在我们今天的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人 你去回想 你去看 如果最正规的 最圆满的 最平顺的 最蒙恩的 走出来就是 这五个方面 第一 认得这条路 这不是人可以走的路 这是跟随神的路 因而 这个路有没有神同在 你在不在 你有没有在走 你走是根据什么走 神在不在 第三 你做了什么事 你没有做神的事 第四 有没有成就 成就才有信心 信心才成就 最后归荣耀于神 你去看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这就是我就是讲的 我以前是讲不出来的 因为我还没有达到那个份上 我只能够讲见证 我讲不出这些的道理 现在不一样 现在慢慢慢慢神好像开这个门 试试看 那我用这样的眼光 这样的属灵的原则 这样神做事的法则 去看所有人 八九不离世 八九不离世 所以这条路 是走得通的 但是是不容易的 是有条件的 是要靠主的 那它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是圣灵 因为之后的教导是什么 十五节 你们若爱我 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 怎么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你们是人 你不可能遵守天上的命令 所以我要求父 另外赐给你们宝慧是 关键秘诀在这 第二 你们是有敬畏的 你们是有敬虔的 你们是有善意的 你们是要主的 你们是主都知道 但是你们做不到 只有一个可能做到 就是他一定要把圣灵给我们 没有圣灵是做不到不可能的 这个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他就是真理 他又是圣灵 真理就是圣灵 圣灵就是真理 试了不能接受的 看不见他 也不能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的里面 你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认识路 行路带路的关键 关键 你怎么认识这条路 因为有圣灵 你怎么会走上这条路 因为有圣灵 你怎么会带别人走这条路 帮助别人 基本上百发百重 基本上 不出现重大的偏差 为什么 是因为圣灵 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 这里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闭蒙 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怎么显现 借着圣灵 借着圣灵 我们就显现 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等等等等 所以 耶稣 在这个之前 借着许多的神迹奇事 关心几股 见证教导 来指出这条路 示范这条路 自己也走这条路 也带别人走这条路 就是属灵的路 信心的路 天路 天路怎么在地上走了 你看这里就是个矛盾 属灵的路 怎么会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 这些的健康签证 关系吃饭 为什么跟这个东西搅在一起呢 不是哲学的 不是行而上学的 不是玻璃这些的 麻烦就是麻烦在这 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生活的里面 来认识这条路 来走这条路 来带这条路 来见证这条路 关键的关键就是圣灵 看上去跟人没有两样 你也吃饭 他也吃饭 你也上班 他也上班 你也顾家 他也顾家 你有娱乐 他也娱乐 你也说话 他也说话 唯一的不同 就是里面的圣灵 圣灵的刹车 圣灵的油门 圣灵的边界 圣灵的目标 圣灵的启示 圣灵的光照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 所以人的里面 需要有一个特别的 一个器官 特别的一个功能 就是对圣灵的引导的敏锐 阿们 他里面有阿们 他里面有平安 他里面感谢主 你看聚会的里面 你去数一下 这辈子说了多少感谢主 每一次说里面都是圣灵 这个就是圣灵 我们一天要说多少感谢主 我数了一下 基本上每个人可能就要说三十次 这就不是我以前的标准 以前的标准是说 每个人至少每一天最好 要经历一次神的同在 带领引导 最好是五次 现在不是了 每一次你说感谢主就是有 只是 粘在一起了 只是 日常的和超然超长的 粘在一起了 属灵的和属事物的粘在一起了 我不知道 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 是采取圣灵 来带领我们行走这条路 所以我们要如何走这条路呢 要如何走这条路呢 第一就是要认识这条路 和这条路上的人和事 我们接着理性 接着传讲 接着分享 接着提问 接着摸索 接着见证 接着观察 就像门徒一样 门徒说 我都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哪条路呢 接着问题 是信心的路 是属灵的路 是天路 是跟随主的路 到父那里去路 是永生的路 但是我们天天在走 他走的时候就跟我们每天的生活 体居 情绪 遭遭遇 困难 期待 向往 梦想 全部粘在一起了 重复了 重复了 重合了 overlamp 问题是在这儿 难处是在这儿 麻烦是在这儿 陌生是在这儿 你的所有的需要 你的所有的打拼 你的所有的追求 你的所有的想法 跟别人没有两样 都在这条路上 都在这条路上 关键的关键是 有没有圣灵的引导 是自己的私欲 是自己的想法 是世界的影响 是别人的压力 是别人的颜色 是别人的期待 还是圣灵的引导 关键在这儿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见证 有没有神同在 有没有神的荣耀 关键在这儿 绝大多数人卡壳就卡在这儿 他可能要跟你比较 你的生活还不如我 你看我的家庭和睦 我每年加工资 我生活很好 想到哪里去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也上教会 我也敬拜神 我甚至还带查经 不是 这是属地的思想 这是属土的思想 这是完全不明白神的思想 完全不明白 那主要怎么办 那是主的事 不是我的事 不是我们的事 主会怎么样带他 那是主的事 他不是因为 成败论英雄 不是因为你成了 不是因为你有了 to have or not have 不是因为你有了 你就可以来定性定论 你走的路 别人走的路 不是 耶稣最后会来审判的 他审判是根据他的圣经 耶稣以后要交账的 那今天神在四藏 他还留下七千人 他不只是只有一个人 七千人都是认识神的路的 地上是有神认 是有认识神的路的人 他们知道 他们会把属灵的和属士的混为一谈吗 他们会把属神的和属己的混为一谈吗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条路 认识这条路上的人 认识这条路上的事 认识这条路上是有没有神同在 认识这条路上有没有神的见证 有没有神的荣耀 都是吃饭 都是移民 都是有工作 都是有学业 都是有家庭 都是有自己 都是 但是关键的关键是有没有灵 有没有神的灵的引导 那我们在世上平安度日也不算这样 那我们也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世上生活不可能不受世俗的影响 世俗的压力 世俗的影响 世俗的诱惑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靠圣灵来走荣耀神的路 有见证的路 也使自己能够与神联合的路 也使自己能够得到满足的路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天使 神就有人的需要 神也会关心我们人的疾苦和需要 若有人爱神 这人是神所知道的 他知道的他不关心他吗 不可能的 他知道的不向他显现吗 不可能的 他知道的不与他同住吗 不可能的 难道他向他显现 向他同住 还使他穷困潦倒 这个羞耻不会的 除非神特别在他身上有另外的心意 那是另外一回事 大多数人是不会的 连耶稣神让他死在十字架上 让他成为仆人的样式 对不对 最后还要高举他 对不对 所以怎么走这条路 借着我们的交通 借着我们的分享 借着我们的观察 一起的讨论 一起的灵修 一起的追求 一起的实践 我们要认出这条路 这条路 跟世界上的路是不一样的 但是又是我们世俗的生活 又是脚在一起 粘在一起 它又是有圣灵引导的 就是这条路 要认得 有一句话叫做 从自然看神迹 还是从神迹看自然 海外校园创刊号的时候 有一句话是写在风底 叫做自然是看惯了的神迹 没什么稀奇的 太阳从东边出西边下 东边出西边下 东边出西边下 地球挂在空中 看惯了 不是神迹 但是一个人 一个疾病得医治 一个人钱包丢了 突然找到 这个就是神迹 因为没有开关 没有经常发生 所以 这个就是这条路的一个特点 一个难点 它又是神迹 它又是自然 它又是我们每天的生活 它又是神同战 它又是圣灵引导 所以我们要学习走这条路 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神的恩典的角度 来看我们的自然生活 从神的介入同在 来看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 从圣灵的引导 来看我们每天来经历的所有的人和事 不但是看 而且在中间 有自由 有自如 有敏锐 是吧 从神迹来看 从超然来看我们的自然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这条路 而不要来看我们 就是 我也聚会 我也敬拜 我也祷告 我也唱诗 我也分享 我也查经 我也去聚会 我也在神面前悔改 我也感谢神 我也照顾家 我也每天就这样生活 或者感谢神 但是 神在不在 有没有听你祷告 有没有带领你 你有没有认识祂 你没有在每一个环节 看见祂的带领 跟随祂的带领 是吧 反正就是这样过日子 家会的日子 家里的日子 世界上的一模一样 差不多 就多了一个感谢神 今天饭吃得好 感谢神 今天家里来个客人 感谢神 今天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目 感谢神 就是这样 这个感谢神 就跟这个好好好 差不多OK 好 这个就是 简一段所说的一个牧师讲的 头痛N点一头 感谢神 脚痛N点一脚 脚步 喝了普洱茶 我脚痛啊 喝了普洱茶 不痛了 感谢神 到底有没有神 不知道 到底神痛不知道 不知道 到底神有没有提醒 不知道 这个叫从自然看神起 头痛N点一头 脚痛N点一脚 N点不够如此 N点到此为止 而反过来从神迹来看自然 每一天 都是神特别的N点 每一天都是神同在 每一天都有圣灵细致的引导 看见看不见的 听见听不见的 想到想不到的 大字若鱼 不露声色 看透一切 这条路是这样走的 是吧 同时我们要来操录行路的信心和见证 我们要操练 在行路的时候要有信心 要有见证 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的苦难 我们的挣扎 我们的痛苦 就是那个信心 好像神就在拽我们 好像神就在拉我们 好像神在推我们 甚至好像神连拉带扯的 就是这个信心上不去 这个信心真苦啊 这个信心要去熬炼 要去试炼 要去摆上 要去跟上 真苦啊 我们都愿意看着这个见证 这个见证后面有没有信心呢 所以 有信心而有的见证 和有见证而有的信心是不一样的 有信心而有的见证 是先把信心摆上 然后事情成就了 然后就感恩 然后就做见证 信心这个人就走出来了 这个人就走过了 因见证而有的信心 是因为 是因为神已经做成了 已经实现了 已经听祷告了 已经成就了 这个时候 要有一个信心的总结 说 哇 神就在这 这就是神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人有见证 但是没有增加信心 感谢神就是有见证 每一次说感谢神就是有某种的见证 但是我们的信心没有增加 我们要知道主就在这 主就在这 这条路上 这里的这条路上所发生的人和事 就是神同在 就应该有这个信心 看见了这条路 看见了这条路上的人 看见了这条路上的事 在过去的一年 在过去的一个月 在过去的一周 你有没有看见我们教会 有人在走这条路 你有没有看见这条路 你有没有看见这条路上 有事发生 你有没有看见这条路上 事发生是成就 是见证 是有荣耀 那里的信心要跟上 哇 神是与我们教会同在 神是就在这条路上 我们都在走这条路 可能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回顾 一个梳理 一个见证 一看 哇 神在 感谢主 就增加我们的信心 第三 是要期待圣理的陪伴 和圣理拆检陪伴的人 因为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 因为这条路 对我们属土的人 属地的人 我们有限的人 是很不容易的 门徒都问 你在哪里去啊 你到哪里去啊 你路在哪里啊 都不知道 你在这条路上走 我们看得见你 但是我们看不见父 你能把父弦给我们看 所以 只有圣灵的陪伴 让我们可以 来走这条路 只有圣灵的陪伴 圣灵是帮助我们的 怎么帮助 陪伴 陪伴就是在我们 什么时候有需要 他就陪伴 他就来帮助我们的需要 这个就是圣灵 所以当我们在走的时候 在我们在认出这条路的时候 在看这条路上人的时候 在看这条路上的事情的时候 在看这条路上的见证的时候 成就的时候 我们都要来期待 祷告 寻求圣灵的同在 圣灵帮助 老一辈的基督徒 中国家庭教会 他不是这样讲 他就是讲主 主就是主耶稣 主就是圣灵 主就是耶和华 主就是三一神 他这样讲的话 省的一个 好像一个特别的一个解释 就是主 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主 主就是耶和华 主就是天父 主就是主耶稣 主就是圣灵 主帮助我 主陪伴我 我就认出这条路了 我就认出这条路 是人认不出来的 他跟人的每天的柴米油盐 衣食住行搅在一起 粘在一起 看不出来 但事实上是两条路 事实上是两条路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 这些的人和事 都是别人肉眼看得见的 但是别人的灵眼 如果没有打开是看不见的 我们都在衣食住行 我们都在柴米油盐 我们都在事无巨细 随着各方点点滴滴 但是我们里面有圣灵 带领我们走信心的路 属灵的路 跟随耶稣的路 走天路 敬畏的路 这是一般的人看不见的 世人看不见的 所以只有圣灵的陪伴 让我们能够看见 让我们可以走上去 让我们可以经历 还要期待 圣灵所拆解 陪伴的人 我们每个人旁边 总有圣灵所拆解的 陪伴的人 那可能就跟你讲一句话 可能就鼓励你一下 可能就是给你拉拉队 喝喝彩 关键的关键 是要有走过这条路的人 他没有走过他的陪伴 就会非常的有限 要走过这条路的人 所以我们要成为走这条路的人 我们才能够真正对别人的帮助 有真正的效果 因为你走过 我们走路的时候是借着需要 我们借着人的需要 柴米油盐 衣食住行 借着需要来走这条路 来跟随圣灵 走天路 走信心 不走世界上的路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邪慢人的座位 不从恶人的计谋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开始走这条路 就有新的需要 就是耶稣所说的 有更大的需要 有更大的事 那就是神家的事 你就发现 你想的 你所期待的 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好 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分享 跟大家就是来思想 也来体会我们今天借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属灵的追求 无论是教会里面的各样的追求活动 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的各种的工作 酌习追求 无论是我们人生的各种的大事小事 其实在这个里面 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 有一个真理 就是它有一条属灵的路 有一条圣灵同在的路 引导的路 它有一条跟随耶稣的路 信心的路 看上去 外面看上去 它跟别人生活几乎没有两样 只是多少的问题 只是选择的问题 但是其实有天地之别 一个是属地的 这是我的想法 我的成败 我的建树 我的要 我的德 一个是属灵的 属天的 是荣耀神的 是有见证的 自己也得到益处的 自己也得到满足的 自己也能够经历得到的 是有一条信仰的路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但愿我们借着这个 我们在神面前祷告 来求神帮助我们 来认识这条路 走这条路 也来彼此扶持 来同走天路 好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你是一位奥秘的神 你也是一位 与我们同在的神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借着今天我们一起的思想 一起的寻求 一起的学习 让我们可以知道 你往哪里去 让我们可以知道这条路 让我们可以知道 是这条路上 你带领我们走这条信心的路 跟随主的路 不但是有你的同在 而且有圣灵的帮助 也让我们可以来 经历神的见证 归荣耀于神 也让我们信心得到长进 求主来祝福我们 每一天 在你面前 来观看你的座位 也借着每一天 来不断的成长 让我们 弟兄姊妹 让我们这个教会 可以 多接善果 荣耀归神 谢谢你 祷告祈求 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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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